哈囉 大家好 今天沒事來PK 我們就來聊聊中小科技企業神器 富邦007133 以及近來相當火紅破台股ETF最快 破千億市值百分百以科技類股為主的 富華台灣科技優息00929 兩者的表現究竟如何 究竟哪一檔更適合投資呢 接下來我們將深入為大家解析 這兩檔的特色跟優缺點 讓你更瞭解哪一檔更貼近你的投資需求 開始之前我們先來看看近期台股 各重要各股以及ETF的表現 這包括了我們的全值股的表現 請大家來看一下全值股的表現 台積電 紅海 聯發科 台塑化 富邦金 國泰金 南亞 聯電 目前 下跌加速比較多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 國內 主要ETF的表現 先來看看 0050 0056 00878 00713 还有最近比较夯的00929 以及00919 另外还有00900 目前说ETF下跌加速比较多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强势股的表现 以及股王股后候选人的表现 四星KY 信华 大力光 力望 维艺 创意 联发科 以及广达 目前股王股后还有强势股的表现上涨加速比较多 最后我们来看到国际美股的指数表现 道琼指 S&P500 纳斯达克 肺半 以及美元指数 目前这些主要指数啊 涨跌各半 好看完了这一些指数跟主要的成分股 有助于我们对于我们整个存股的方向 那会比较有一个全面性的概念 所以我们每一次在节目开始都会带各位 公众朋友一起来看看这些近期的表现是如何 好了那现在我们就先来看看号称有中小企业的标股制造机的富邦00733 ETF 有听过富邦台湾中小A级动能ETF也就是所谓的00733吗 这支ETF被誉为标股制造机 它背后的投资策略非常独特 这个基金追踪的指数是中小型A级动能50指数 而其挑选成分股的方式相当特殊 首先00733会剔除市值前50大的公司 不考虑这些大型企业 比如说像台积电这种护国神山 然而在剩余的公司中呢 它会挑选超额报酬率最高的50档中小型公司 同时呢也会考虑到它的流动性等相关条件才不会买进之后 然后没办法卖掉 而00733的换股速度惊人 每年调整4次成分股 因为它所投资的都是瞬息万变的中小型个股 所以呢这也意味着基金持续不断的寻找获利最好的中小型公司 这就是它独特的因子投资动能策略 然而这档ETF的高管理倍啊 就是它一个很大的特点 富邦投信的检视公开说明书中显示 00733近年来的总管理倍都高于2.4% 这不得不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 这支标股制造机背后投资管理人的投资奥妙吧 富邦台湾中小A级动能ETF 它的持股是五花八门的涵盖各种产业哦 不仅有电脑设备相关公司 还包含了IC设计、医疗、药物 甚至还有一些5G概念股 这些公司或许不是大型企业哦 但是在分析师眼中啊 却是备受喜爱的族群 这些公司或许规模不算庞大 但在市场走牛市的时候啊 表现都相当的亮眼 当然逆势而行的时候呢 也是相当引人注目 那00733是半年配息的ETF 或许有些投资人感到相当困惑 因为曾经啊 有一年只配一次的情况哦 主要原因是因为 当时配息利润不够发放 这样的情况在00701啊 也曾经发生过 这是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目前00733的殖利率大概是5.5%左右 尽管如此它的前几年的殖利率表现啊 并不是相当稳定 好因此投资人在投资这支ETF的时候 务必要留心其配息的情况 毕竟它与一般高股息ETF 有一些微妙的不同 再来我们来解密 最近科技的新星 00929赋华台湾科技优息ETF 最近推出的00929赋华台湾科技优息ETF 正成为投资界的新宠了 这档基金由富华投信新推出 以台湾指数特选台湾上市上柜科技优息指数 为主要追踪的指数 这个指数的编制的方法相当独特 它是以市值ROE股息殖利率为筛选的条件 然后最终选出市值高 这里的市值高是指台股前200大且达50亿以上 而且呢ROE表现优秀 然后股息殖利率加的40檔成分股 那对于追求高科技领域潜力的投资人而言 这档ETF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投资选择 它不仅聚焦在台湾的科技业 还特别挑出那些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的科技公司 对于喜欢追求成长潜力的投资者而言 这可能是令人振奋的一个消息 如果你对科技业充满好奇心 又想借由投资赚取稳定的股息 那00929绝对是你值得了解的 它融合了科技与股息的特点 可能是你投资组合中的一个有趣的元素 那你是否对科技业的发展充满了好奇呢 00929或许就是你的新伙伴 因为这档基金追踪的是台湾指数公司 特选台湾上市上柜科技优势指数 而这个指数的选股标准相当的独特 它指数的成分股是透过一套二高三低的筛选原则来挑选出来的 分别是高ROE、高现金股利、低波动、低本益比 那这里所谓的低本益比就是偏好在价值投资的概念 然后再来就是低股息变异性 所以它会剔除一些获利不稳定的景气循环股 那这样的一个选股标准使得该指数在市场波动中表现较稳健 那回顾2002年的表现 即便在股市空头年 该指数的跌幅也仅是负的8%左右 相较于其他对标指数更为保值 而在2003年多头行情中 该指数的报酬表现达11%以上 相较于其他对标指数更为优异 若你对科技领域充满热情 而且希望在投资中获取稳定的股息 那00929复华台湾科技优息 绝对是你值得了解的 有关于这支科技ETF的成分股组成 复华投信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确保这支ETF的投资组合 能够达到最佳化贴近所有的筛选标准 所以它聚焦在台湾科技 优质股息还有股票型基金上面 所以它投资的标的相当容易理解 另外一个优点就是它最大的单一持股 不能超过5% 所以这样的分散配置降低了 受单一个股波动影响的风险 那它涵盖的产业主要集中在半导体 大概有43% 还有电子零组件大概17% 那总和占了大概超过6成 那另外00929复华台湾科技优息呢 它不仅以获利能力作为筛选 那优质股息也是一大重点 那回顾2018年到2022年的股息殖利率 00929始终名列各对标指数的第一名 包括台湾高股息指数 MSCI台湾ESG永续高股息精选30指数 还有台湾加权指数以及台湾电子类指数等 特别是在2022年股息殖利率更超过8% 那我们来看看它有哪些优点跟缺点 优点 00929是月配息 所以可以创造稳定的现金流 每年配息12次 非常适合那些每月都期待额外投资收益的投资人 它的缺点 产业集中度较高 因为这支ETF持股100%都集中在电子产业 所以它的短期内波动度可能相对会较高 需要一定的风险准备 再来它调整的速度比较慢 因为它为了适应优息的策略 它的指数成分股仅在一年才会进行一次调整 那这样子对于在电子产业这种市况变动比较大的领域 调整的速度可能就会稍显不足 好那我们现在讲完了00733以及00929的这么多内容之后 你就可以综合以上两者的特色 再根据自己的投资目标和价值观来决定 究竟是选择00733还是00929 比较适合你自己的投资风格呢 唯独只有选择适合你的风格的ETF 才能让你在投资的路上走得更加顺顺 好那我们今天 00733、00929的每一次来PK 就谈到这边 好感谢各位的收听 那各位如果觉得我们的影片对您有帮助 对您利用小额投资来创造被动收入 有一些小小的注意的话 好麻烦啊也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然后分享给你的好朋友 让大家一起透过小额投资 买乐透彩的概念来存股达到财富自由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感谢各位的收听 拜拜